我们在这个宇宙中有邻居吗 最近几十年 科学家已经在其他的恒星周围 发现了数千个世界 从离我们只有4.23光年的比零星币 到1400光年开外的地球2.0 开普勒斯52币 人类为了找出闪落在宇宙中的 星际同胞可谓煞飞酷星 最近的好消息 是来自于迄今为止最好用的工具 临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 简称TES的发现 它在距离我们100光年外的箭宇座 找到了一颗跟地球大小相当 而且还正好位于完美移居带上的行星 POI700D 为什么说是完美移居带呢 那是跟我们的地球相比 因为根据科学家的说法 地球本身只是勉强移居而已 瞧瞧我们的生命力有多么的顽强 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TES任务发现的第一颗西外移居行星 在我们进一步了解它之前 先来储备一点背景知识 认识一下TES TES是NASA即开普勒之后 最新的西外行星猎手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寻找成千上万个 围绕着明亮恒星 运行的行星了 并进一步帮助我们解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离我们最近的那些恒星附近 究竟有没有行星存在呢 为此 它使用了一种跟开普勒相同的方式 来搜寻行星的容积 叫做零星现象 当行星经过恒星前方时 会阻挡一些光线 导致恒星的亮度略有下降 TES可以检测到那些微弱的亮度变化 甚至还可以使用它们来确定 行星的一些基本特征 例如大小与运行轨道等等 虽然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 但是TES的硬件显然升级了不少 它装配了4台相机 每台相机覆盖天空上下24度角的面积 大到足以装下整个星座 而4台这样的相机 按照垂直方向来排列呢 就可以覆盖上下96度的天区了 这样TES成为天空丈量方面的最佳选手 基本上我们附近的所有明亮恒星 都在它的眼皮字底下了 TES将对每一个天区 进行27天的连续观察 然后横向旋转角度到下一个天区 接着依次这样推进 先是完成对下半球天区的勘测 再转向上半球 最终绘制出覆盖率达到85%的天空地图 这大概是开谱了观察面积的350倍 也是迄今为止 第一个几乎覆盖了整个星空的 西外行星搜寻任务了 TES运行在一个非常高的椭圆形轨道上 也叫做地月共振轨道 以便最大程度地拍下它所能够观测到的天区 为了达到这样的特殊轨道 TES甚至还利用了月球的引力弹功效应 帮自己一把 在这个周期为13.7天的轨道上 TES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不停的按快门上面 等它回到近地点时会转个身 将这么多天来拍到的照片传回地球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个极其漂亮的轨道设计 未来 TES将与更强悍的搭档 詹姆斯韦波望远镜一起合作 找到更多的西外行星 并对他们进行更详尽的分析 筛选出宜居的地方 为人类的外星之名做好铺垫 不过有没有可能先发现点外星生命呢 当然有可能 比如我们一开始说的那颗TOI700D 说回到它 它是一个遥远太阳系中的三个天体之一 前两个分别是TOI700B和TOI700C 它们围绕着一颗年迈的红外星旋转 据推测 这颗红外星的体积和质量 大约是我们太阳的40% 亮度则是一半左右 围绕红外星的好处是 相比起其他的一些恒星呢 它会显得更加的温和 不会像周围的行星跑射出强烈的电磁风暴 和高能带电粒子 具备了生命在它周围生根发芽的基础条件 不过由于TOI700B和C公转的轨道呢 太靠近木星了 所以也并不时宜生命的存在 但是700D呢 却恰好处在一个不远不近的位置上呆着 跟我们的地球呢 一样幸运 甚至还要更加幸运呢 科学家分析啊 700D上面的温度 是能够使其表面的水维持液态的 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但同时科学家也确定了一个 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现象啊 这颗行星被中心恒星的潮汐锁定 所以它的一个面呢 总是面对恒星的 成为永远的白天 而另外一面呢 则是无尽的黑夜了 你可以接受这一点吗 同时尽管我们非常期待 它是一颗跟我们一样 拥有大气的岩石行星 而不是像木星土星那样的气态行星 毕竟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要脚踩地面才踏实嘛 但想要确定这两点呢 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尤其是对是否存在大气的评估 更是目前无法做到的事 于是在等待新的设备上天之前呢 科学家只能用建模的方式 来了解预判TY700D 到底有多像我们的地球 并对未来如何更好地利用仪器 来了解这个世界提供建议 结果还是非常乐观的啊 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 所做出来的20多个不同的模型当中 都有一定的希望演化出生命来 这就让我有点迫不及待了呀 所以我们很快就有希望 见到一些宇宙中的邻居了吗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